使人生好转的秘诀就是极度认真 前面我们阐述过 工作就是修行 就是磨练灵魂 工作最重要的是每日的积累 人生非同儿戏 要做成事情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正因如此 如何过好每一天就变得尤为重要 1955年 昭和30年 道圣先生大学毕业后 经大学恩师推荐 进入京都一家名为松丰工业的绝缘瓷器制造公司工作 该公司成立于1906年 明治39年 创始人是松丰嘉定 是一家颇有历史的企业 它是日本第一家生产高压绝缘瓷瓶的厂家 曾一时风头无两 超过了当时的日本爱子公司 现日本NJK 但是在道圣先生入职时 这家公司已经没落 工资迟发如家常便饭 企业随时都可能破产 据说 道圣先生和其他同期进公司的人 对公司满腹抱怨 成天凑在一起发牢骚 接着 其他人相继辞职 最后 同届入职的员工中 只剩下道圣先生和另外一个人 他们也对公司心灰意冷 两人一合计 一起报考了自卫队后备军官学校 并顺利通过考试 入学需要户口本复稳 于是道圣先生写信回路儿岛老家索取 然而他日夜翘首起盼 户口本复本却迟迟没有送来 结果同届入职的新员工中 只有道圣一个人 孤零零的被迫留了下来 道圣先生的户口本复本迟迟没有送来的原因是 道圣先生的哥哥认为 家里千辛万苦的供他读大学 他还是在大学老师的举荐下 才好不容易进的这家公司 却连半年都坚持不住 真是太没出息了 于是他就没有理会道圣先生的来信 这时进退尾谷的道圣先生反倒想开了 抱怨也没有用 自己辞职有什么大义名分吗 如果只是因为心怀不满而辞职 今后的人生也必然不会顺利 道圣先生改变心态 下决心全身心投入工作 他把过碗瓢盆都搬进了研究室 每日从早到晚埋头做实验 这成了道圣先生人生的转机 他集中精力 全心全意的投入眼前的工作 日复一日的埋头苦干 这个时候刚走出大学 步入社会的道圣先生 第一次真心诚意的直面自己的工作 随后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工作变得顺利起来 好的成果开始出现 道圣先生因此得到了上级和同事 越来越多的夸奖 对工作的兴趣也越发浓厚 因此更加努力 从而又做出了好成绩 在不知不觉中 想要辞职 我的人生将何去何从之类的负面情绪和疑问 全都不可思议的烟消云散了 在对前途感到不安 对现状感到不满之际 我们不应该抑郁消沉 而应该以极度认真的态度面对每一天 这一点非常重要 越是极度认真的投入工作或学习 人生就会越快好转 道圣先生以亲身经历体验到 仅有认真是不够的 只有达到了极度认真的程度 我们才能下定决心 绝不虚度仅有一次的人生 只有坚持这种与职的人生态度 人才能抓住改变自己一生的机遇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